行政院长苏贞昌六号前往立法院报告前瞻第三期特别预算案 立委孔文吉指出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在部落内新建文化健康综合服务站功效好 应持续推动 但认为原商更需要的是工学改善工程 同时提出新建原民社会住宅 及国道六号延伸花莲等建议 我是希望说我们这些前瞻特别预算 用在原住民地区 是不是可以摆在补助地方政府新建原住民的专属社会住宅 第二个是加强办理原住民地区 无知来水供水改善工程 第三个是高山水库 没有人在管 我们的污设污设水库都一击这么严重 这个都是我在立法院讲的 第四个国道六号延伸到花莲 这个才是我们花那么多鞋在轨道 几千亿轨在轨道 现在连个中横公路南横公路到现在还不通 前瞻基础建设里面是绿树水稻箱里面 它社会住宅的这一块并不在这里 但是我们其他的部分仍然是全力在支持 海中我们就盖了嘛 就是原住民专属的 新北也有 桃园也有 都有专属的 而针对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计划第三四期 各分别编列新台币十五亿元 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 十五亿元预算将有百分之十会用在原住民族地区 而立委政天才除了要求行政院应紧速核定原住民老保补助要点 更提出增加原文汇预算经费 原住民族电视台 如果我们看跟公共电视的比较 像这样的一个原文汇 他的原额只有两百七十人 为什么会这么少 就因为他预算少 只有四亿三千多 你看这个薪资 从五指等开始薪资 跟公司薪资少了七千多块 一路上去到十二指等相差了五万多块 像这样的一个薪资的差距 就可以了解到 其实群院长能够主计长也能够支持 另外针对前瞻规划 学校电力系统改善 即冷气装设计划 共编列十七点八二亿元 郑天才也要求 务必落实在原住民族学校 跟原住民族重点学校 原时新闻 立法院采访报导 没有 租资 说 您 您 您